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周超瑜 欢迎大家收看全日总结 先和大家跟随一下内地收了市的情况 上证指数跌79点 报2655点 深证城指跌339点 报9082点 护心300跌76点 报2853点 恒指已临近收市 暂时报19140点 升87点 刮企指数7995点 升29点 大市成交707亿 这位嘉宾请来叫随证券事务总监郭先生 郭先生 你好 先和郭先生跟随一下内地的情况 因为见到A股已经低沉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但全球都很担心中国经济放缓 加上人民币贬值这个问题都困扰着大家 见到A股在这段时间内 都没有太多的利好消息 未来是否都是一步一步下市低位多 整个技术形态当然是差 而最重要的是 经济下限的势头越来越明显 大家知道了 中国经济的GDP现在是天文数字 每年的增长是10万亿美元 在这麽高的基数之下 还要求有6.5%的增长 一点都不容易 来来去去都是出口 内需 和固定投资这三个板块 这三个板块和以往相比 已经力度不足 先讲出口 如果说15-20年前 当然是量例 人工又便宜 廉价土地廉价劳工 外围的消费又强 出口当然是赚了很多钱 但现在怎样呢 外围的经济开始放慢 消费力弱 但相反来说 人民币升了很多 人工升了很多 你没有太多竞争优势 唯一要抢回来 汇价真的要进一步贬值 从而在出口那边 得到多些优势 第二就是来税 14亿人口在中国 需求是很大的 但股市由去年的5174点到现在 跌了点指超过50% 即是财富蒸发是很重要的 是以十万亿计 输了钱 去消费也好 去买东西也好 一定是计算数 这是没办法的 当消费强的时候 经济增长是很明显的 反过来 消费一弱 经济增长 就没有太多的卖点了 所以内需市场 在财富效应 大部分被蒸发之下 遲早会出现一个 情况就是 全部走慢 这是没办法的 包括房间 汽车工业都会受影响 最终要看固定投资 稳总 早几年曾经大力推出政策 当时固定投资的板块很凉厉 但现在已经不复见了 这三个大价板块都不能撑住大小 其实要保持十万亿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了 你还要维持6.5% 就难上加难 大家看到A股的下跌 正在反映投资者 对经济前景 都抱着比较负面的态度 明白 郭sir对内地的经济前景 有点悲观 另外跟郭sir讲一些焦点板块之前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南筹股的最新造价 汇控升1% 53.45% 中移动升超过1%84.7% 健行升1%4.62% 公行升1%3.92% 中行母升跌2.95% 港交所靠稳报162元 中人秀跌1%18.16% 友邦保险跌近2% 42.25% 腾讯控股升1%141.8% 金沙中国升跌近7% 26.25% 长黄升超过1%94.5% 新鸿基地产跌稳报80.95% 九龙仓升1%35.8% 中国海外跌稳报21.5% 华晕置地跌稳报18.06% 中海游升跌近3%7.2% 中石游升1%4.56% 中石化升跌近2%4.1.8% 昆仑能源偏短5.34% 中国神华升1%11.1.6% 另外和郭Sir说 一港一只的焦点股份 有偏号371的北控水务 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持续 城镇地区对清洁水资源和污水处理的需求 都有一个增加 在水10条和PPP模式的政策推动下 就进一步扩阔了污水处理行业的增长空间 见到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德银发表了一个大行报告 看好北控水务这个股份 重新买入的评级 并且目标价是$7 而彭博也指出公司在2016至2017年 预测北控水务的每股盈利增长 分别是超过两成半和超过两成一 预测的PE也是16.6倍 也都觉得这个股值是非常合理 郭Sir你有怎么看这个股份 将来它的前景是否都相当不错 当然可以看好 其实水的资源在内地很宝贵 北方是脱水的 所以有一个南水北调的说法 当然污水处理 其实来说 我想现在的发展是没有办法停的 内地在过去这30年的工业的发展 是相当成功的 但维落下来是一罗罗的问题 包括环境受到污染 好像北京的空气 整天都没有买 水更加不用说了 现在污水处理的技术 是相当成功的 我看过一些污水处理的设备 包括一些漂染的水 黑黑泷濕 很臭 一些都不环保 如果直接倒进河里 整个河真的 又黑又骯髒 所以一定要被处理 他们在两个大池 經過處理後水再輸送到淨化系統 淨化系統處理後水出來 其實跟蒸餾水沒有分別 等同可以養金魚 當然飲用也有少許問題 他們循環再溶化 或者用不淨的就排回河 這個污水處理是一些污染性比較強的工廠 例如一些漂染廠工業生產 或者加工製造的廠都需要確立 實際上現在環保要求相當高 我自己覺得由於雖然工業已經逐步逐步遷移 有不少工廠或者低端工業 已經去到越南、柬埔寨或印尼那些地方 但中高端工業仍然在內地繼續做 當中牽涉到水資源的污染 其實仍然存在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板塊的股份 我不管只是北號或其他污水處理 省市政府一定有政策扶持 一定有進捷在這裏 再說十多倍的市盈率估值不算高 由七個多跌到現在水平已經跌深了 無論市反覆帶遠 如果是有貨的繼續持有 沒有的 穩位做中線的部署 好 再跟郭帥說一說 最近聲勢很凌厲的豪賭股 看到澳門其實跟很多分析員談過 它的博彩股的基本因素依然很弱 但發現一個情況就是當大行 或者它的一些博彩收入 只是稍為增長少少 就會令到刺激的股價 就有一個急升的現象 就好像豪賭股一樣 有一個大行就唱好少少之後 就連升了幾天 其實是不是都反映了一個現象就是 既然這些股份這麼波動的時候 都是適宜短炒而不適宜中長線的部署 當然知道不要中長線部署 因為澳門的博彩稅收率的基數很低 所以有少少跡象顯示到 有所改善股價已經是飛升 但我自己覺得 內地在反貪反覆和經濟下限之下 去澳門消費休閒的人數不少 但很難會好像早前那樣 一百萬五百萬這樣豪賭 不會有這些豪客 就算有都是少的 中長更加不用說了 所以一眾的博彩股 藉著大行的報告和農曆年底之前 炒兩轉的話問題就不太大 但你說最壞的時間過了 資金開始報仿了 作中線部署 如果年中市道再差的話 不怕最好股或者一些博彩股 都仍然會反覆 所以入市的時間 暫時以中短線少少為主就比較好些 謝謝郭Sir 看到全日收市 恆指報一萬九千一百九十五點 升一百四十三點 國企指數八千零二十八點 升六十九點 大市成交七百五十四億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持有嗎 沒有的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謝謝 謝謝